在一路正分多秒 从哪进到夜 黑暗的公网中 你家在哪里 一 二 三 四 二 晚 霍姑们 本栏目由海昌海洋公园冠名播出 开心小哥哥 你有太多的理由 勇敢向前走 你有N多的借口 想撒着歌舞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 手牵手 阳光被C多左右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大手牵小手 向着快乐 向着幸福 向着阳光 向着明天走 向着明天走 大手牵小手 向着郑州走 大手牵小手 相伴到永久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收看到的是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大手牵小手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 本栏目是由海昌海洋公园冠名播出 说到这郑州啊 那可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是人文始祖 轩辕皇帝的故里 同时在历史上 郑州五次为都 八次为州 是中国八大府都之一 那么如果外地的朋友到郑州玩啊 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这有皇帝故里 商城遗址 天地之中 光是世界级的文化遗址 15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处 好吃的河南会面馆 5处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自古以来 郑州就是我国重要的商部 现如今它也是我们国家中部地区 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以及全国重要的航空 铁路 高速公路 电力 邮政通信的主枢纽城市 以及重要的工业城市 如今 郑州有汽车 装备制造 煤电铝 食品 纺织服装 电子信息等六大优势产业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绿泡泡介绍起河南 介绍起郑州 这么如鼠家珍呢 因为我骄傲 我是河南人 中心城市吹下横角 大城州是腾飞的鸟 国际枢纽的夸角小猫 让这世界变得很小 一带一路正分多秒 中国梦一圈离开跑 国际上读得一名大道 想全世界朋友问好 每次高铁前行大桥 五六缸是悄悄的宝 买卖全球的河南自卯 让国际真更加闪耀 照片我图字比天高 每个人在努力创造 此将不息的寂静燃烧 将每一天当作 当作目标 古老里忘了 岁月里唱着歌谣 年轻的冬具 带雨蜜对女微笑 花样暖条 红钢琴 阳光真好 看圆不圆的千树百草 将一场快怀抱 烟火的故事 是龙的骄傲 青山的少林在全世界都不灵风骚 语句的香烟 耳边营绕 东边的味水地道 种种有多少力焦囂 烟火的云朵 走到湖上飘 有两笔姑娘海桥 东边的笼子湖北的小层层环绕 湖里有一座庄的牢 成为更强 放在着香标 可图有多少 最美的地雕 等着我们去寻找 让全世界知道 我的历史雕像中 让全世界听到 中秋的海洞 像美的心跳 中秋的海洞 像美的心跳 本栏目由海昌海洋公园冠名播出 中国的戏曲可以说历史悠久 有上百个剧种 上万个剧目 说到戏曲 大家都知道 唱念作答 多种表演形式 讲述了许许多多的 发生在古代 现代的故事 说到我们的中华戏曲的传承 应该说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么戏曲进校园 就很好地把中华文化传承发扬 这也是构建我们校园文化 最重要的源泉和基础 那么为了让孩子能够了解戏曲 喜欢戏曲 进一步能够爱上戏曲 我们很多学校都在开展 刚才菊平姐姐提到的 戏曲进校园活动 紧接着将上场的就是 咱们郑州本地的小票友 票友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是戏曲爱好者 咱们今天请这些小票友 给大家表演 给大家表演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欣賞 我的八套 庄家人要我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弟弟 我的天啊 你来唱的吗 我这个酒去 告诉我什么 不是什么 想不在节夜晚上 小东西比较一 我在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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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配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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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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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苍儿我里聊 灯风小鲜 一路上 我收进酒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姐拆好比那牛头妈咪啊 他和我一说话就在那里烦 我实在不愿 再往前跟他 我实在不愿再往前跟他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满外纳三声炮 如同雷震 天不复地走出来我 到国城 头戴金冠牙刷冰 当年的铁匠 我又陪上两身帅子气 飘如远 斗大米母子真乾坤 少那少谢主 我能混天后 不是鬼有水了香 我不是三醉有花太坚了 本栏目由海昌海洋公园冠名播出 记得在2002年也就是15年前 在我们央视春晚上 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姑娘和菊萍姐姐 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员 共同表演了一个小品 智力闯关 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这里我想大家已经回忆起来了 没错就是当年那位小童星 秦梦瑶 她可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七岁开始学习戏曲 应该说是能说会唱 无论是唱歌唱戏 主持弹钢琴 拉二胡 样样精通 后来长大以后呢 她去到了加拿大留学 如今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郑州 当年那位全国人民都很喜爱的小老太太 如今呢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今天我们把她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秦梦瑶 你好 绿胖胖哥哥好 你好 河南的大老乡小老乡们你们好 秦梦瑶别看年龄不大啊 但是呢她的这个戏龄很长啊 从咱们少儿频道开播 到我们少儿频道历届的六一晚会 有没有盘点过 一共参加过多少届 我大概是连续了六年参加了我们的六一晚会 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于你的成长有什么好的作用 首先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 而且今天呢我还特意带来了两张照片 我在家里翻出来的 这个是 我们亲爱的菊萍姐姐 少儿全国少儿曲艺大赛 对当时我是有幸和菊萍姐姐一起主持 而且并且担任评委 真的是很棒 那我知道呢长大以后我们去了加拿大留学啊 是的 留学之后为什么又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呢 因为哪儿好都不如俺家乡好呀 你家在哪里 我家帮山头 任何 orbit打到自己的家乡呢 Ling you're the same 旅人调 整夜办 is 困难年千五百来流 困难年千五百来流 爱要爱得深 恨要狠狠 任你是亲爹娘 相亲是好朋友 谁的是谁的飞 天在伤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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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边天海大 五四天地宽 只要能想听我 尝到一百年 谁说女子不如而难 谁说女子不如而难 啊 荒伟 我觉得秦梦瑶真的唱得太好了 而且她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又会唱歌又会唱戏 小朋友们可得向秦梦瑶姐姐好好学习 在咱们郑州有一群孩子 和这个琴姐姐一样热爱戏曲 只不过呢 他们学习戏曲 练习戏曲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叫做戏曲广播体操 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现在开始 热身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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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肢肩ะ泛式拍摄曲 四肢肩並走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 2 3 4 5 6 7 4 2 3 4 5 6 肩部运动 1 2 3 4 5 6 7 2 2 3 4 5 6 7 3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8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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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栏目是由海昌海洋公园冠名播出 红果果 咱们中国可是茶的故乡 自神农长百草发现茶以来 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是的 茶的发现是我们中华民族 对于全人类来说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 茶不仅是一种非常健康 而且滋味丰富的饮料之外 还给人们对于这个生活的感悟 还有修身养性 创造了非常好的方式 孔雀开瓶 资助和眠 茶具鉴赏 盖瓦 上盖为天 下托为地 悲身为人 理智用何为贵 有着天地零和的美好寓意 辅助茶器 用来协助完成茶室 鉴赏嘉明 温飞 在泡茶之前 我们先用开水淋烫茶具 雅称白鹤沐沐浴 将原本干净的茶具再次冲洗 制茶 将茶叶从上茶盒拨入盖碗 拨入后盖上盖子 轻轻摇晃树下 这样能使茶香更好地催发出来 红茶香甜醉人 使人心旷水移 啤鸣 一碗好稳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骨巢 唯有蚊子五千卷 四碗八青汉 平生不平事 尽香毛孔散 五碗鸡骨青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骨朵也 唯绝两叶 洗洗清风生 唯绝两叶 洗洗清风生